我今天要的效果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这个地方有新书登场 它可以有个back键 那back键的话预设也是黑色的 那我希望不要是黑色的 我希望是蓝色的 或者我希望是什么 我希望是黄色的 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出来的不要是back 而是要什么 回上页 比如换个名称好了 要怎么做 比如说这边有三个部分的变化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如果今天希望做出来是什么 做出来是 当我点了它之后的话 它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最新消息 它这个地方要有个back 那这个back怎么做出来的 首先第一个 特别注意 我们要在下面这三个页面 要做back的按钮 所以做的方式第一个 请各位记得 要选取整个页 那整个页面的特别之后 我建议是从你的外面 就是从右边这边点一下 会出现红色的那个框框 那这个有时候不好点 特别之后 你不要放上去 要出现什么 出现page的这个状态 page 点下去 这个时候呢 它才会是选到什么 选到page 一定要是选到page 然后你可以看这边 一定也是整个page 它外面一定是 data road等于page 有时候刚刚同学 做错了 我一看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会看哪里 看这里 看这里的话比较准确 那你如果选的时候 选到header也不对 选到content也不对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header跟content 然后它一样都是div 但是我要选的是整个页面 整个 ok 那除了说从这边选之外的话 当然你还可以怎么样 选那个这边也可以 div page 这样也可以选到 从这边也可以 因为它是一个div 一个外框 然后它的编号是page2 我练习用page2 然后点下去的话呢 ok这样也可以 第一个选举 不要选错的话就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把那个 一样是标签检视器里面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了 但如果你宽度不够 请你把宽度拉宽一点点 那它的这个标签的名称 就是它的属性 一定叫什么 data add add一定是新增什么 add就新增 back back btn就是button 就是新增一个什么呢 叫做back的回去的一个button 那你这边的话呢 找到第一个按钮之后 旁边有个属性 下拉 选哪一个呢 选tru就好了 tru的话表示什么 就是要哦 false的话表示没有 预设是没有 好那我们一样 课程介绍也是这样 点一下page 确定是选到page 那一样怎么样 再选到这个 给它改成tru 那三个都改完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即时 最新消息 back 新书登场 back 课程 back 就做完了 你会发现很方便 以后back一下 就比起 因为你手机上面不可能有 手机你要按一下那个back键 导布如何 让人家可以直接在上方看到 这已经完成第一个 如何在底下的页面增加back的功能 非常简单 记得只要是什么 选整个页面哦 第一个要选整个页 第二个选什么 这个属性把它改成tru 就OK了 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们要解决 可是哦 老师这个 所有的这个都好像黑黑的 感觉并不是说很好看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换个颜色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希望变蓝色 然后这个变成黄色 这个变成白色好了 反正颜色你们自己去选没关系 没有固定 那只是说我要换个颜色该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第一个 一样选到page 这个最新消息 本来是黑色的嘛 这个地方你选一定会看到 这个一定是tru 那如果说你要换颜色的话呢 怎么换 其实用拆的应该也可以拆得到 它一定是一个什么颜色 那颜色刚刚不是有个什么 sing 有没有 sing 这个sing呢 那你会发现哦 底下123 这个有没有 它有个叫什么 btn就button吗 那就是back的button的sing 那不就可以了对不对 那它应该好像是这个对不对 试一下哦 那我希望它是白色的话 白色应该是银色的好了 黑 蓝 银 灰 黄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c好了 假设是c ok好 然后我今天希望这个是蓝色的 那一样点它找到这个把它改成b 这个点它 有没有这个整个page把它改成 呃 改成刚刚是蓝 那把它改成黄 ok好 改还颜色了对不对 试一下 按即时 一样这个点下去 诶 有没有 银色的 ok back 这个点下去 蓝色的 这个点下去 黄色的 诶 但是最后还有一个 想说 老师那我希望哦 因为我这边是繁体中文版的 我希望这个不要一个bag 那有些有些使用者看到bag 感觉怪怪的 明明这边是中文 这边又再加一个 这样感觉怪怪的 那怎么办哦 有没有什么方法 其实非常简单哦 一样的道理 一样选它 其实拆应该也可以拆得出来 有没有看到 文字 有没有看到一个btn test 那你可以不要回 上一页好了 回上一页都可以 比如说回上一页 ok 你就直接打一个 回上一页 那这样的话呢 把它打在哪里呢 记得 第一个 刚刚东西 ok 打在这里 ok 然后回 上 页 ok 好 这个好了 这个地方把它按一个enter 好 试一下 即时 一样的方法 最新消息 有没有 回上页 就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三个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刚刚主要重点就是 一 加上去 二 换颜色 三 改成中文的 讯息 ok 也可以啦 回上页 回首页 反正你这个地方的话名称可以自己给他一个讯息 ok 好 那 再来 等一下就讲那个 最下面再加一个按钮 那另外还有一个啦 其实 印象中还有其他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标签我本来也不知道 我就有时候把它玩一玩试一试 发现 怎么又 找到一些 有没有 其实这个就 true 就是有 然后再来是换颜色 再来是改个字 那至于其他的话 还有没有什么效果 各位自己可能可以玩玩看 不过不要把它玩坏掉就好了 ok 然后 test ok 那基本上应该 没什么 反正你把顶多改回来而已啦 ok 试一下 那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我们会有三个需求 一个是 第一个 把 back的按钮加上去 第二个的话 换颜色 第三个 换文字 大概会有这三个需求